《经常思念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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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今天讲到经常的意念 经常思念上师的功德 分一下三种 第一种 经常思念上师可得 诸事顺利 如愿以偿 常常思念上师你会觉得有如神助 无往不离 很多的善愿都会成就 《华言经》《树庄言品》它讲 经常心中不忘善师有 诸事会如愿以成 你心里都不忘记善师 善就是具足足种功德的善师 善师有好像像朋友一样亲近的 诸事会如愿成就 你很多事都会成就起来 心中念念不忘善师 会得到万事如意的成就 不但经典上说过 许多具有大说服力的亲身立正 也在在的来做见证 第二 经常思念上师 自然得到许多本尊加持 获得无上成就 就很多人觉得说 他是没有学佛 或他学显中的时间比较久 他没有学金刚秘圣 他现在来修金刚秘圣 尤其听到我们讲这个 金刚圣的这个理论 这么样的深入的法门的时候 他很不习惯 他说这上师跟佛 我当然是拜佛 上师跟佛祖都是很尊贵 可是我遇到这个大的灾难的时候 我还是跟佛祖祈祷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 经常意念上师 就是说你一个行者 常常意念自己的上师 就是你不会得不到 诸佛菩萨的加持 你反而更得到许多本尊的护佑 就是说这不是两边 上师跟诸佛你选一边 选一边就丧失另一边 不会 如果常常意念上师 反而得到上师诸佛的护佑 甚至获得无上成就 大成就的美俊巴大师 美俊巴大师他讲 光阴白就让他白 度母绿就让他绿 洗金刚黑就让他黑 反正我任何时候 心中没有离开过上师的形象 因此离成佛大概不远 这个美俊巴大师是成就者 他不是不光进佛菩萨 他说光阴是白色的 光阴白就让他白 度母绿就让他绿 洗金刚黑就让他黑 反正我心里没有离开过我上师的形象 我离成佛不远 就是说光阴白就 光阴他再殊胜 就是光阴在殊胜 度母再殊胜就是度母的殊胜 我就是意念上师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他这么有信心 我反正不管诸佛菩萨本尊以后 我们的观修第一个观想是什么 莲花月轮上出现什么 种子字 对不对 种子字插那间画现什么 佛身 佛身再来是什么 颜色 对不对 然后再来他的一面二臂 再来他的装饰 再来他的法器 手印 观修是有次第的 是不是 所以他这里自己就讲到本尊的颜色 观阴白就让他白 度母绿就让他绿 洗金刚黑 洗金刚是蓝黑色的 洗金刚黑就让他黑 所以反正我心里从没离开过上师的形象 就是我专修上师之下印法 我离成佛大概不会远 所以这个大师由于心中不离上之形象 得到许多本尊真实现前 反而他专修 专门观想上师 没有想过其他本尊 反而那些本尊陷在其前 加持他 现身 我每天想本尊 本尊没现前 他都不想本尊 他都想上师 反而本尊陷前 对他加持 而且这个大师在当身获得无上成就 现代人 很多人对可以接触到的上师 莫不关心 却寻找其他本尊的修持法来修持 现代人修学秘法 对可以接触到的上师莫不关心 还一直去找很多的本尊法来修 来灌顶等等 这就是颠倒了 这就是与那些大成就的大师的行径 就是完全相反 背道而耻 有一位陈阿洛追尖参 他也讲过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能耐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大能耐 大的本事 但是只要心中除上师外 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的话 由于这种殊胜缘起的作用 你一生中不变样是不可能的 听得懂意思吗 他说 就算我们虽然我们一般修行人自知奴顿 没有什么大神通大正量 也不是什么转世活佛再来人 没有什么能耐 但是你心里除了上师以外 除了观想上师意念上师 就什么都没有了 由于你修这种殊胜缘起法门的作用 你的一生他不会变样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不会越来越有智慧 你不会越来越有福报 你不会越来越有成就 那是不可能的 你知识在一般 你只要心中有上师 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不变样是不可能的 这个大神是这样相反的批语 来说明上师相应法的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